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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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新加速的郭切 这次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大宏愿 最主要就是说 他在修行过程当中 他在定中去看到 很多众生下地狱 在地狱里面哀嚎 求救 那有些是他的朋友 那有些他不认识的 太多了 那观音菩萨 老人家这样提示他 他发起这样一个大悲愿 要环岛大礼拜 带众生宵夜 能唤醒大家 真正了解 什么叫做佛教 什么叫做佛法 以及什么叫做佛学 山的上面出现了 山道的彩虹 山道的彩虹 山道波 山道的彩虹 山道真人 山道士 山道 城 所以你不保持,保持在那裡自己吃,拉背就對了 我會吵,我會吵,我會吵 這邊有一隻 那邊有一隻 好,魚翌翼 整個大路 是的 好,很美 很美 好,很美 不許,很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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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慈悲度众的心 将功德回向给众生 仁波切把对众生的 大悲菩提之心 软化为实际的苦行 在崎岖不平的显露间 一步拜佛陀 一咒拜度母 祈愿众生远离恶道 圆满平安 这一次的法会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上师 恒信家措仁波切 那么他三年半的拜佛 所受的苦 所换来的功德 请鼎盛如来 财富财神 来加持大众 在恒信家措仁波切的代理下 信众其身恭送 二十一尊旧度母 礼灿金 并念诵回向祭 祈愿世界安乐 为立一切众生 阶辰大绝胜 我上师的这个 环岛拜佛的功德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他的正量 就提升的很高 因此呢 他的金刚力啊 就发动了 那么这个金刚力呢 可以使这个金刚丸转动 台队等着加持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金刚棒的除杖加持 那么这个金刚杖呢 来加持所有的信众 让大家可以除杖 目的是什么呢 我上师一直一直在强调的目的就是 他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来学习如来正法 能够自己知道怎么样生死自由 恒信家措人颇切 环岛拜佛拜度母的殊胜功德 如日光明而伟大的 照耀所有众生 并且弘扬如来正法 引领众生正知正见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实为无比正量的大成就圣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